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趴哥哥 小趴最近在打南西市的时候遇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你们可以看我的人物角色 平常的人物角色只有屏幕一半,然后高一点点 现在的人物角色他瞄的直接顶到了最上面 哇去,这也太高了 看来今天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啊 上面有个人在那边打他 结果我刚才起枪口就发现 这他瞄枪根本抬不起来 随后我被这个人打死了 然后状态也就恢复之前的样子了 居然能遇到这么神奇的事情 所以说呢,小趴我直接退了南西市 回到家里找到我这台 好久都没有使用过的复印机 来洗一下四级的基础盾牌 很多小伙伴肯定特别奇怪 小趴你为什么不去洗红点散弹箱 为什么不去洗黑药战甲 偏偏去洗你之前版本的 四级基础盾呢 因为小趴只有这一个护盾 而且这个护盾呢 如果我把电力充沛给洗出来的话 对我来说收益还是很大的 因为我现在去打副本 护盾的消耗是最大的 如果我去买五级护盾的话 哇,那个金条真的是太贵了 一个五级的蓝盾或者是白盾 基本上要十万左右的金条 当然我买的是那些比较好的 如果我把这个四级的洗出来 我就可以自己做着用 所以说他真的就给洗出来了 OK,现在小趴是把这个护盾洗出来了 所以说以后我还是能省下不少金条的 而且我还给他生了一颗星星 如果你们想买小趴这个 四级电力基础护盾的话 可以来找我 我是小趴 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哟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